据央视新闻4月28日报道 在印度疫情重灾区之一首都新德里 新冠肺炎患者几乎已经找不到有空床位的医院了 医院外 很多患者坐在路边躺在车里 他们艰难的呼吸着 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入院得到治疗 与此同时 见着一位印度记者的死亡直播被曝光 这位记者家住印度北部邦 我今年65岁感染了新冠肺炎 血痒已降至52 现在所有医院和医生的电话都打不通 这是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出的第一条求救信息 血痒饱和度52%已非常危险 这个指标只要低于90% 人就能感到缺氧 低于30%意味着人已经无法呼入阳气 倒计时2小时30分 一名当地官员在社交平台上回复了这位记者 请提供完整信息 此时距离他死亡还剩2.5小时 倒计时1小时44分 同样的信息他按表格又添了一遍 倒计时1小时40分 记者发推 我这一生是为印度而战 不是为任何印度官员而战 希望其他人别像我一样感染新冠 无人救助 却为反复询问这些没用的问题 倒计时1小时15分 记者发推 现在我的血痒31了 还有人能来救我吗 倒计时1小时14分 记者再发文 我的血痒31了 什么时候能有人来救我 倒计时1小时13分 他发了一张图 图上有他的手和血痒仪 显示血痒31 手已发黑 最后一名志愿者发文 他已经死了 印度北部邦的政府也死了 而这位记者生前多次发文 警告印度政府赶紧服务